你觉得这种握推和这种握推的具体差别在哪呢 有时候会从经验丰富的健美爱好者的口中听到 维持好肌肉脏力可以帮助肌肉肥大 这样的训练建议 那肌肉脏力又是什么意思呢 慢慢的控制动作就能够增加训练效益了吗 在成为GG以前 首先要了解你跟GG的动作到底差在哪里 HELLO 各位 我是超二星健身中心的LOOK 教练 继之前几支都在讲力量训练的影片以后 今天我们来聊聊和动作控制有关的话题 肌肉脏力是什么 动作中又该如何维持自己的肌肉脏力呢 那在影片结束后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和分享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制作影片的动力 还得找一个牢固又舒适的运动耳机吗 那不妨可以参考看看我们要介绍的 X-RUN VORGE NC 智慧降噪耳机 VORGE NC 这一系列的耳机是有耳勾 倒数计时 IP67 超高规格防汗防水的设计 我自己觉得最特别的是它的倒数计时小工具 在 APP 设施完成后 只要像这样长按耳机就能启动倒数 那这个计时工具不只可以运用在帮训练动作计时 也可以运用在组间休息 应用层面非常的广泛 那 VORGE NC 的耳勾有别于一般传统耳机的后耳勾 它是采用特殊的前耳勾设计 戴起来也比较不会有异物感 那像波比跳这样的剧烈运动也不会掉 盒子里面还附赠了四足耳勾 七对耳塞 可以针对自己的耳型 选择最适合的耳勾还有耳塞 另外 VORGE NC 还有超高规格的 IP67 防尘防水功能 所以即使在运动的时候 汗水淋漓都不用怕耳机坏掉 甚至如果耳机脏了 还可以直接用水做冲洗 擦干后放进充电盒又是一副新耳机 不只如此 VORGE NC 具备降噪通透的模式 而通透有三种模式可以选择 分别是均衡 人声加强 以及锻炼模式 那在锻炼模式当中 只会保留器械 脚步和敲击声 让你能够专注在训练中 又可以避免因为太过安静 而产生的安全疑虑 完全是为了运动员 以及有运动习惯的你 所量身打噪的耳机 现在只要在底下留言 我是谁谁谁 我想用X-RUN 智慧降噪耳机 让运动更有品质 我们将会抽出三位幸运儿 获得由X-RUN 赞助的奖项 Forge NC 智慧降噪耳机一副 留言只到下礼拜四 也就是11月2号 晚上11点59分截止 心动了吗 赶快去留言 如果你对Forge有兴趣 赶快点击字顶留言的网址订购 让耳机不再只是配件 更是训练的装备 首先让我们回到开头的影片 这两种握推到底差在哪边 左边是奥赛冠军C-BOM 的握推 虽然表面上没什么问题 但是左边的动作看起来就是比较稳定 还有流畅 其实原因就是开头所提到的 持续的保持高度的肌肉张力 那肌肉张力是什么呢 肌肉张力的意思是 就算是放松还有休息的时候 身体依然会有基础的肌肉力量和弹性 来把骨头维持在该有的位置 维持姿势 保持内脏运作的压力 让你的身体保持平衡 那影片开头中所提到的 保持高度的肌肉张力的意思是 在动作中不间断的 让肌肉抵抗重量 透过维持肌肉的内部张力 进行有效的训练 从而提高增肌效率 不过要怎么做 才可以跟这些句句一样呢 其实 维持肌肉张力是结合多个训练技巧 而产生的结果 而不只是一个单一动作指令 那具体会需要什么动作技巧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边有三个重点 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肌肉张力 让我们看到第一个 认识训练中的动作 有哪些关节参与 很多人在进行训练的时候 喜欢专注在目标肌群上发力 不过如果关节位置不正确 那不管多用力的几肌肉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常常会有人说 为什么好像已经很用力了 但是感觉都还是没练到 酸的也都是其他地方 所以在专注目标肌群以前 必须先了解该使用什么关节动作 把肌肉摆在对的位置上 他就一定会用力 而这时候在专注目标肌群 才会是如虎添翼 那第二个就是要掌握训练节奏 透过影片可以看得出来 在操作到动作起点的时候 会稍微弹一下 透过反作用力把重量弹起来 在终点的时候也是 瞪一下就下放重量了 导致整个动作是忽快忽慢的 那这也会让控制肌肉的难度上升 那除此之外 在之前影片中所提到的 力量还有速度的关系图 这边也有显示 速 当我们速度越快的时候 肌肉内部的力量就会相对下降 也就是说为了维持肌肉张力 我们需要主动掌握训练节奏 将每个阶段都控制在 能够产生足够张力的这个速度 那我们第三个是主动抵抗重量 这听起来很像在讲废话 毕竟如果不主动抵抗重量的话 要怎么推得起来呢 不过这指的不只是目标肌群的发力 而是所有为了维持动作 所使用到的关节和肌肉 都需要与重量互相对抗 举例来说 当我们在做哑铃上斜握推的时候 大腿要用力踩在地面 骨盆和核心都要维持稳定 上背部要用力撑住重量 这些都是为了给动作 创造稳定的操作环境 才不会在动作过程中 被重量带着走 那难道动作控制 不等于维持肌肉张力吗 你可能会想 像这样的专心控制动作 其实自己平常就有在注意了 那为什么好像跟影片中的样子 还是差了一点呢 其实最大的差异可能在于 准确的控制关节和动作节奏的同时 是否还能进行最大努力的训练 也就是说 如果为了满足以上三点技巧 而将训练的强度降低 那么只能叫做动作控制 或者是动作练习 并不算是一个有效的训练 虽然这听起来是很简单的观念 不过有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因为过度的专流脚尖 而忘了最重要的方向 所以在调整自身的动作技巧的同时 也务必要告诉自己 不要脚往过正了 正确的动作 还要再加上足够的强度 才会是有效的训练 那最后让我们快速做个总结 在动作开始前要先知道 做出什么关节动作 才能够使用到目标肌群 那过程中必须要主动的控制训练节奏 也需要使用全身去稳定动作 这样就能在动作过程中维持肌肉张力 那也别忘了要给予足够的训练强度 这样才能有效增肌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动作乍看之下 好像没什么问题 不过成效一直不太理想 那么可以尝试往以上四点检讨看看 或许就可以马上发现问题 那做好以上几点 不论你是新手还是老手 看起来都会是一个高手 在成为厉害的人以前 必须要先学会做他们在做的事情 那虽然我们只花了几分钟 就讲完了如何像句句一样训练 不过事实上 这绝对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慢慢练习来的 不晓得萤幕前的你 缺乏了这四点中哪一点呢 底下留言让我们一起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